《北京ヴァイオリン》 《衛星第二》で放送している《北京ヴァイオリン》 ドラマは中盤を超え いよいよ面白くなってきました 今日は特集で 北京ヴァイオリンとは 一体どんな番組かご紹介します 電視劇《和你在一起》 描写的是 拥有出色的小提琴艺术才能的少年 和他父親的動人故事 故事是從十三年前開始的 住在北京胡同里的貧窮的青年流程 有一天在車站看到了身邊放著小提琴的氣音 誰的孩子 流程曾經想把孩子送到孤兒院 卻又捨不得就帶著孩子離開了北京 十三年後 十三年後 這個起名叫小春的孩子 顯露了他卓越的小提琴才能 爸 你又輸了 小春決定參加在北京舉辦的小提琴比賽 父子倆回到了闊別十三年的北京 可是在陌生的都市裡遇到了交通堵塞 沒有趕上敬演會 小春失去了參賽資格 各位評伴 求求你們欺負他一段 沒有拿到第一 我就是不回去 為了在敬演會裡獲獎 兩個人決定留在北京 這改變了兩個人的命運 這部戲的精彩之處 在於為了追尋小提琴之夢的父子兩人 以及個性鮮明的登場人物 即使沒有血緣關係 仍舊為了孩子付出一切的父親流程 有著卓越小提琴才能的小春 有時和父親有些摩擦 可是從心裡敬愛著父親 過著華麗的生活 卻不滿足的模特莉莉 小春把她當作姐姐一樣青睞 音樂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余教授 她又是掌握著小春 身世秘密的關鍵人物 刻畫了各種人物性格的電視劇 和你在一起 在中國也感動了眾多的人們 芸術組織 秦楷佳監督 秦楷佳監督 她的妻子 和創作者 秦楷佛 在中國人之間的 人和人的關係 中國人之間的 曾經那樣看重的情感 這就是為什麼要拍 和你在一起 這個電影和電視劇的原因 就看這個電影的時候 經常是可以喚起他們一些 就在人類情感當中都有的一些共同的東西 所以拍完電影我們覺得還不過癮 就是希望能夠把這個故事 更加就是因為電視劇的篇幅比較大 更加有一個更廣泛的這樣一個空間和時間 來展現 佩奇提到她自己的孩子的時候 都是一臉的愛 一臉的寬容 所以這個情況才能夠讓她 真正地深入到她自己扮演的角色的內心去 普通人 言普通人 普通人 說普通的事情 她是藏族的小孩 雖然是在北京長大的受教育 但是我覺得她作為藏人的那個感覺還在 還沒有被社會或成人的世界有那麼多的污染 我覺得她跟這孩子之間是一種互相感染 互相對從對方看到自己 像一面鏡子 就是從孩子身上其實也能看到她自己 這個孩子也通過莉莉 她認為莉莉就不是一個壞女人 就是他們之間其實有一種 怎麼說呢 有一種秘密 似乎是互相之間是似乎非常明白對方的 這人的一生非常短 真正有價值的事可能只有一件 這就是和你在一起了 導演為我們節目寫下了她最想傳達的心聲 也就是電影的原題 這就是和你在一起了 導演為我們節目寫下了她最想傳達的心聲 也就是電影的原題 導演為我們節目寫下了她最想傳達的心聲 和你在一起 BS2每星期四晚十一點開始播放 今後的情節發展如何 敬請待望